好,欢迎收听今晚《动漫无双》的主持有马懿的 是,矮霸 或者听到我们两个 加上之前在Facebook有些音师音乐出现了之后 我都觉得你在看一套动画的剧场版 刚刚在香港上演的《报八十行委员会》 从很久以前就喜欢你 这个是第一套的剧场版,应该说是这个系列 很神奇,这套东西还能收下 我见身边很多人都说是想看 之前去日本已经在做这套剧场版 但我没有进场看 因为其实我不太熟悉这套背景 因为很神奇,原来它在之前《Niko Niko》已经有人放了 它是Honeyverse系列的作品构成 它之前在《Niko Niko》上已经放了影片 是Vocalor系列的作品 它又放了很多年了,对不起各位听众 如果是粉丝,不好意思,我是没看过的 平成我一系列看电影的传统 我进去不会看什么背景 不会设定,我什么都不看 我只有一个空白的心情去看 这套我都不知道它的背景 都是后来查询才知道 因为它适逢香港居然有买这套剧场版 当然我自己都会看,都会支持一下 就这样看,纯爱 对呀,声优都不可行 也挺OK的 那声优 不会有事的信去,入场看看 它会送个特典的 我不知道两款还是多少款 三款,不清楚 我们两个就已经有两款不同了 不知道其他人收什么 然后好像说太爆了,人们看太多了 爆了之后再开了加场 加场是没有特典送的 那叫做有些遗憾 那没办法啦 可能它也不知道反应原来这么好 所以才会加场 那就好啦,反应这么好加场 就是它在日本十二月早下集就有机会做了 应该会有,应该机会有多大 就是你正常买了这套 没理由不买下一套 有多难,拍第一集不拍第二集 那这个系列我不知道 因为之后那一套也是十二月才做的 那我们说回这次的企业 后来看看它的设定 原来它本身应该是这样的 每一个头歌里面有一对男一对女的故事 每一次故事就跟它们做主角 是的 那动画里面就有了三批人做主角 三批人都是分别它之前MV里面的故事 继续出来 但问题是主角维修着一个叫夏雪的女孩 接着这个阿卡琳就负善 然后这些就是陪跑的 那马上就明白了 其实它里面的歌 都是主要围绕它的主题 就是讲关于告白的东西的关于 我不知道它的首歌不是它之前 在《Colico》上白的歌吗? 我是没有听的 是的 我是说我看电影带着一个很轻松 心情的恐白的脑子来看的 我也是 做公正的评价来看电影 我以气冷气就会理它之前做了什么歌 MV拍成什么不理會 就是这样看老的东西 平心来说 它这一套其实很简单 它是卖给原本看的Colico 应该是粉丝向 但是它会不会交易人会被它害怕呢? 又不会 就是我什么都不懂 进去看 至少我知道故事讲什么 所以你会感觉到 这个角色可能有些东西 那些镜头拍着这些老人的 是不是有东西呢? 其实应该有东西 但是这次故事是连报器 大家想知道可能去那里看那些片 还有可能他们那些Blackground 譬如他们那些社团 那些都没有怎样详细 怎样说 只是用口头交代 那变了我想都是如果是粉丝那些 就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 例如主角他们说是拍电影的 说是改剧本 另外有美术部 然后有园艺部 好像有说过 但是其实你发觉原作剧情 没有用到的设定 不过我觉得我不在乎 为什么 你主线其实不牵涉到这部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说趁园艺临花的时候告白 或者可能剪接剪头戏说告白的 那有丫头有丫头你不说清楚 我会阻理 但是你没有说 他们告白的成份内容 和故事和这个报有关 那我就可以不理这件事 就是当本的设定交代就算了 ok的 那我们说回 其实故事有一单主线就是说这个女主角 下树和她的青梅竹马叫阿优 对了说阿优 青梅竹马到底怎样呢? 女儿常常进去的在屋子 你常常说 进去街坊 姐姐你今晚不去的 你去旁边的那间屋子吗? 每天都去的 对面交代就是你那间屋子 你交代就是我那间屋子 知道吗? 基本上其实旁边才是她的家 我觉得已经去到公认了 大家都知道你一定能够请 不过问题是女儿不知为什么呢 傲嬌 不知怕丑 我和你告白 我和你讲笑 我只是练习的 就是他用一个 开始第一场就已经说过女主角 下树向阿优表白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阿优 比较觉得好像很突然 又没有什么反应给下树 所以下树就当一个说笑 就说其实我和你开玩笑而已 我只不过是练习告白 想找一个人做一个对象来练习 所以就找了阿优 所以他一路就乘机 在这段时间不断地和阿优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是练习而已 其实本身阿优 都对夏树 有意思 一定有意思 变成他自己又在想 究竟夏树他喜欢哪一个 他会向哪一个人告白 之间又出现了一个 是不是第三者 很可怜的第三者 先让你先说回这个优的问题 你说你喜欢我 不是你喜欢一个男子 你不知道是谁 找我来过招 其实我是一个工具人 反而他忧多厉害 他忍了你这么多时间 被你告白练习 哇这个男人 还要说支持夏树 虽然他可能心里 不太想支持 这两个都有问题 一个是爬炒 一个其实都不认识 他有感情 很複雜感情 他不知道怎么表达 佣妹说的 这些是有品格的男人 很沉默的男人 他的心情会和人泄露 这个是陈葛浩斯先生 前面的故事 纽约在两个人的里面 当然之后 像阿爸说的 之后终于第三者 一定有第三者 可能才能带动 不是带动 是拖够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也是 但是第三者 可不可怜 这件事 他有暖说 这个代表逆到CV 你看到最初 已经说明了 他是暗暖他的 不明是喜欢夏树 其实暖说 你看到夏树 其实很没什么common sense 人家男生过来 给你一张戏票 我们去看演唱会 演唱会 演唱会 你去看 很晚去到 怎样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跟男生去 大家都知道 你和谁一起去 你美高扮成功 他不管了 一看也很好 穿衣服 阿优 阿优 就在夏树这里 无端端和阿优 发脾气 根据我看的电影 我从头到尾 发觉 他在优面前 真的穿着制服 狂家的运动服 最真实的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 最真实的 他 我不太明白 你对他的儿子 穿着这件 很假的 完全街坊 然后他说 你这个时间来男生的房子 做什么 我来打机 不是我来做功课 我说你是没有机心 还是特意有 我才知道 我猜可能是因为一个习惯 小玩到大 因为真的从小到大 变了好像不在乎 这些事情 不是啊 你论实 如果根据近几年 青梅竹马炮妹的定论 因为太熟了 所以觉得 没什么感情 没可能会一起 没什么刺激 虽然阿妹也看到她 应该一起 特意做了一条线 给她们 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全部都拍得出 唯有 恭喜 我觉得是因为 你正常 如果开始 喜欢那个男生 你应该会开始 有少少 有少少避忌 就算你是青梅竹马 但是 始终 可能已经有少少 感觉不同 她在听到中午才 觉得 对 那些歌词 触动到她 幽在心目中 其实是代表多少 多少分量 我觉得 真是灰 一张戏片 已经收败了 叔叔会给你 躺着 你 你看到 那时候才觉醒 她最初的喜欢 其实是否只不过 在表面 如果霞雪 喜欢阿幽 是因为她一直 都跟她 青梅竹马 所以就觉得 在她面前出现 因为多数是阿幽 这个男生 他很少跟其他男生接触 所以她将感情 会投入到阿幽 这个不清楚 你看到 每一片段 小时候 有几个男生一起玩 对 对她很好 但你已经留心了一件事 女生只是看着阿幽 另一个女生 是完全没了她 在背后走 拿着对下 拿着的东西 这个是工人 所以你说她眼中得优 我觉得很合理 因为他得优 旁边的小孩是看不到的 旁边的小孩 好像是小孩 帮她拿东西 工人 不是小孩 是工人 拿着对下 拿着走 很臭 我到 她优优这条镜巾 我避免了 优优在一起 我不知道做什麽 可能是为足 又照顾她 工科不懂 她帮我再 又问她 家里想玩去有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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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oh flav 唉 我知道 我知道 是 后来 为何说第二者 很重要呢 第三者拖了她回家 在暗号 又 claims 那样 让阿幽看到 嗨 她看到她回家 看着 看着 看看 咦 没人 识到 她忘了 , morning 他捕在旁邊 監視著你 一腳拉出來 TPO 你見到是有陰謀的 跟著又好像在宣示主權 阿丘好像 自古以來就是我女朋友 賣青梅竹馬 你摟別人的笑 你不要碰他 你見到的 立刻拖他走 沒有你的事 走 應該是因為這部分才激發到他的慾望 即是要去告白 那也激起了你的意思 原來我也喜歡他的 如果沒有亂逆這個炮灰 應該兩天會繼續保持這個 亂外告白練習關係 是的 那變成最後阿夏樹 都決定和阿丘 來一個最後的告白 但是很可惜 我不知道這叫狼來了 狼來了 練習完了 那可以了 那下雪加油 那祝你成功 阿丘 最後跟阿夏樹說 祝你成功 那一刻阿夏樹 都很灰 但是我又想 你一開始這樣對阿丘 很難怪阿丘 會這樣想的 工具人 幸好後來阿夏樹 都馬上跟阿丘說 其實我喜歡的人是你 這樣 還要哭了 那一隻 這樣 那變成阿丘 不會不相信 對不對 其實阿丘是硬的 你看到的 第一次告白 就你玩了我 我玩了你 之後真正的告白之後 你沒有跟我說喜歡過我 是嗎 不說就不說 你都玩了那麼久 對我跟你說什麼 是所謂的 一這樣說 這次最後一個選擇 可能跟回MV的故事 就是你看到的 很明顯的 每一次那些人告白的時候 都會清場 發話裡面沒有任何人 什麼都沒有人 什麼人都沒有 即是課室也好 美術室也好 都是沒有人 應該不會的 美術室我怎麼畫畫的 對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 那我跟回MV的劇情 其實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些 如果你是問我 真的劇場版 就像你之前的女兒玩你這麼多次 就是每一次跟你講 戀告白之後 都說我講笑而已 我練習而已 然後他這次抓著手 說我講真的時候 你會不會相信 那你再去我說100次告白 我才相信你 是嗎 連練習都練習幾多次 每一次上學都這樣練習 那我練了幾句 沒所謂的 是不是 但是很可惜 這套是一個純愛的故事 我懷疑那幾次 是跟回MV的 就是告白 最後可能真的實行抓住他 是哭的 我都跟MV 可能他給粉絲看 那ok 那套東西 如果你問我劇情的轉接力 就未必這麼好的 會是 但是時間有限的關係 那他都不可以說太多的 亂說很可憐 他幾悔呢 告訴你 套戲做完了 播這些 等一下 停 很少人的 三個男 三個女 小人 這些播完你才看到 亂說 還要站出來 還要在小小的 在後面看著他們 這些有幅畫的 三男三女 一起走很開心 亂說站在最後 小小的看著他們 看著他們 看著六個人 真的很可憐 唱完這些 你亂說的門口 看到他們兩個高伯 抱在一起 一個人走 啊哈哈 偏記沒有忘記你 你真的很偉大 我覺得很可憐 一個非奇的人物 為了愛情的努力 他把自己的頭髮剪短了 眼鏡不戴 那邊的身形穿回來了 他還有鼓起勇氣 約一下去看直播 其實是一個突破 其實他六個女 七個女 對不起 七個女 六個女 七個女 七個角色裡面 如果說行動派 他其實是最主動的 要這樣說 喜歡人 那邊的形象 拿起飛 還要約他 阿倉泰你 阿倉泰你有感情的煩惱 不要緊 衝吧 多勇於把妹 我就算行不行 我也要先衝 先做了炮杯 沒有他 倉泰那邊也不會有發展 我覺得很厲害 我也覺得是 那這邊先說 如果說的問題 我們放在後面再說 我們接著說第二批 阿卡琳和倉泰 是 真的很神奇 這批其實沒有什麼怨念 因為他們根本就 隨時可以在一起 就是差一句對白 我想他們這批 其實挺有趣的 我覺得 蒼泰 因為說蒼泰 其實一早已經喜歡 阿卡琳 和他們同班 基本上 但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但經常 他心目中有個小惡魔 經常出現 給他一些鬼主意 那些 他喜歡這條女 但我跟他說話 但經常在心裡 在心裡不喜歡他 在心裡不喜歡他 守在場面偷偷融望著他 一看到他跟男生聊天 很緊張衝過去 又不喜歡 擔心 像汗 只是因為喜歡那個女生 不敢行動 好厲害 說了兩句話 早晨 你頭髮亂了 已經整個人都在地上 其實他很純情 我覺得他真的 他給我的感覺真的很純情 那些男生 那麼純情 但他心裡有惡魔 所以我覺得是純情 那那個惡魔 其實是給他 給他一些主意 他只要給他 他只要被惡魔和合不一體 就變得罪他的男人 即是他告白就可以 對 所以他後來都是因為 暖說 你看到暖說他說話之後 他決定要告白 他真的又是馬上去做 惡魔已經不見了 惡魔已經消失了 惡魔也消失了 惡魔太太力了 這個我推論了 不肯定是事實 所以他後來都很積極地 說跟阿卡尼告白 阿卡尼10分 去美術室等我 對 好話跟你說 4點10分美術室告白 咦應該還有人在 然後你看到動畫 4點5分 死火了 這個時候如果我差點 跟他告白了 那阿卡尼跟我走 那你就拜拜 我是NDR派來的 不好意思 那或者阿卡尼是拒絕呢 因為整套戲有一個疑問 我以為這樣想 他做了很多事情 關於倉泰怎麼喜歡阿卡尼 但阿卡尼怎麼喜歡他 好像沒說過 阿卡尼在他心目中 怎麼看倉泰 他跟他說過幾句笑話 兩句笑話 他都挺有趣 分分鐘連同班同學都不知道 他之前有一幕是跟戀雪聊天 完全無視了阿倉泰 你記得跟戀雪聊天 是他特意走過去問 你髮型怎樣 是特意主動 但倉泰是走過面倉泰去說話 即是他不是主動跟倉泰說話 你計算一下其實 跟倉泰差一個戀雪 其實是真的沒什麼交流 即是倉泰開頭和阿卡尼 他可以跟阿卡尼 先到先贏 你只不過是不好意思 那女兒真是純情 都沒有跟男生聊天 沒有跟男生拖一手 對 阿拉出聲說 每日煮飯 這個老婆什麼 我覺得最好笑 我沒有空不煮飯 他一起放下去吃蛋糕 去吃蛋糕 算不算阿卡尼還是接受倉泰 我覺得是冰 這男生挺有趣的 身為冰 我沒有跟男生聊天 他在這裡聊天挺好 是不是有實習 練習跟男生聊天 謝謝你 我已經懂得跟男生聊天 然後之後就跟別的男生聊天 可以跟別的男生聊天 你看我這件事挺黑心 聽到這麼純情的 這個故事真的這麼黑 千萬不要跟我看電影 就是我們看另一個角度 這些東西 我覺得就是MV問題 因為MV裡面 可能是說男生怎樣 單身一條女生 然後就暖到可以高把握 一起 但到電影的時候 發現了 你女方的視點幾乎是沒有的時候 保不了這個空白位 比較薄弱一點 只不過是說 在這個車廂裡面 看到她讓助給女學生 然後就說覺得她很有殺師 阿卡利是比較單純的女生 單純到這樣 哪有呢 一見她這樣養助這個舉動 就覺得她很溫柔 所以我經常覺得 阿丘的說話成功 是欺負這條女生 單純 思想純情 清潔過下 真是 有人告白 那我就可以答應 所以你可以說不喜歡 被好人剪掉她 你都說阿卡利是一個純 像杯清水那樣純 哎呀 那她當然有一個男生 跟她告白 她可能就會答應 當然因為她這個故事 她不是主角 她主角是剛才我們 阿丘和阿霞他們 所以這邊就很快就搞定了 劇情之後 還有這邊 起碼沒有第三者的出現 就是她這一陣子 不會有的 第三者就NTR了 鬥快告白 這個碗 我也覺得是 誰搶屎跟阿卡利告白 阿卡利不會跟她走的 4點10分 4點5分都可以吹 吹嗎 早一分鐘去告白 你一個小時突然轉著4點5分 慘了慘了 要給NTR 幸好沒有 那這陣子就OK了 完了 反而電影方面 就有第三者 剛才說了三男三女 另外一對男女 有多無效 春暉和美嬰 美嬰 劇情說到他們兩個 好像是兩夫妻一起走路 一起放學 很多時候 美嬰都會找春暉 你看同一同找他們兩個在一起 可能是 這些是 不清楚 但在他們身邊的人 就覺得他們在交往 不 男的看他們覺得是交往 女朋友看過 就覺得 還未是這樣 春暉和他哥哥老師 一起 男女視角是不到的 原來 春暉被人叫了出去 他們兩個在一起 OK 春暉和老師走在一起 他們兩個在一起 遲了走 他們兩個不在一起喜歡 當然應該說 美嬰會懷疑 對 懷疑春暉和老師 所以我在想 你們兩個不是真的喜歡的 怎會女朋友 懷疑自己的兒子 和一男子一起 那個看起來很奇怪 其實是不是應該 應該又要 不如老師和阿春暉在一起 這個 你說一說 先插個話題 戲院裏 老師出過兩網 對 第一網出來的時候 人們在那邊尖叫 基本上 我沒有看過角色表 大家聽完聲鼓也是 那個聲優 六寸光 變成不尖叫都不行 就算你不知道六寸光是誰 聽到女觀眾在那邊尖叫 這個老師有問題 還是 都猜到 你看到其他那些男角色出來 都沒有叫過 是老師來的 是 這些差別待遇 不過老師出了兩場 幸好 真的少了 其實我覺得老師也很棒 因為剛才我來看官網的人物設定 老師的背景設定 但他沒有做出來 就有點浪費了 少了 真的沒什麼怎麼說 沒辦法 好像提到他是影畫部的顧問老師 顧問 學生 剪劇本也好 剪片也好 他都不在場 有問題 沒有找過他的 不是 春暉就找他 只有春暉找他 但不是說電影的東西 是說食糖的東西 不是 最初是說電影 後來是說食糖的 最初是說什麼 有劇本要改 怎樣 三顆糖 我一顆 你一顆 不是 你後來跟春暉說 有些事情你不做就會後悔 對 對 怎麼會愛意同受 你不受 過了這個學生時代 不會的 不會有老師 我們不是師徒關係 我們是情侶關係 你要發展這個師徒 戀的 高中時代 可以做 所以你不可以猶悔 你要做就馬上做 你畢業之後 我們兩個就跟老師 不是學生和老師關係 是一個平背的關係 不能發展這個師生 那麼多的戀情 這個是智善 另外一條 第二個空間 平衡空間 說笑而已 其實這套戲就不能說 老師和他關係 其實沒有發展 沒有發展 從頭到尾都好 其實兩個人都是春暉和美英 一起走 最多有一次車坐過來 逼動 保護他 逼動 逼動 隔壁場都是 都算是 其實也有說春暉對美英 是有感覺的 只不過又是他不夠膽 跟美英表白 因為這裏不同的 阿卡琳 怎麼看蒼達 基本上沒有說過 但這裏美英和春暉 你看見美英對春暉 有意思 一早就看到他們 但問題是 這套劇 不知道為什麼 最後就沒有做出來 Skip了 他是在Ending 那裏 用這個畫面來做 他Ending很神奇 他最初會有六個角色的 集合畫 不知道 沒有亂說 沒有這樣 每一次獲CG 就是做美英和春暉之間的故事 是啊 糟了 你拿著MV交代他們的故事 那就算了 不會這樣 可能就是 可能那些人看過片 會明白 但我這些沒看過 就覺得 我覺得太簡單 可以全場一個小時多些 你多做一個半小時 做他們的故事 不行嗎 或者多做十分鐘 其實都ok 他們剛才也是跟 最初夏樹的問題 一句 對白搞定 他們還沒說 那一天就馬上走 很簡單 他們處理的問題 比夏樹更簡單 夏樹 夏樹不斷說謊 說我喜歡你 說笑而已 難得而已 但這裏沒有 但這裏沒有 他這裏真是一句說話 春暉表白搞定 兩個是普通到100% 只要乖巧可以同步 是合體的 而且他講得明 你因為是告白 即是關於告白的 那個主題 那為什麼你做了兩批 是有做到這件事 但是為什麼 你最後春暉和美英沒有做這件事 聽得到嘛 很久之前已經喜歡你 對 那三批人裡面 很明顯 三批人裡面 只有他這批人 從頭到尾 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都沒有喜歡的地方 只差一步還沒走 沒說出聲 最後結果 可能在煙花之下 見到一齊我喜歡你 一句就搞定 一句就搞定 沒問題 就沒做到 其實浪費了 我覺得 所以好像有些 有點不太喜歡這裏 因為其實我挺喜歡這一批 我一定不喜歡下樹 下樹的角色很煩 你相比另外兩批男女 下樹的角色很感動 你喜歡人 又不作聲 又當人家是工具人 說我練習的 在騙神騙鬼 在浪費時間 我喜歡胡蟲兒 但我喜歡這個角色 不好意思 所以他最後被阿優 以為他當作是個告法對象 那一下我又覺得很開心 因為你之前練了那麼多次 你也是假的 這次也是假的 對吧 劇本做到女主角 比較欺人真 或者不討好 另外跟他沒問題 反而你不做 我不是偏忌會選這段 做他的主族 不明白他的意思 一這樣說 他選阿夏樹和阿優做主線 我都覺得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他真的要三批人 都要很圓滿地說 他現在變得好像 只有兩批人 圓滿地說到 帶出了告白這個主題 反而美英雄春暉 你給我一個影像 嘩 你最後的影像是一齊 但我是想聽 他們穿得齊 是 他們五個都穿得齊 但他最後的影像 真的有表態 兩個已經是一齊 但我想看的是 要有聲音 不是只有畫面給我 你聽聲音 或是靈春暉音 我都想聽 我想聽靈春暉音 一定要告白 我明白了 靈春老婆不准 不能出聲說 不會吧 所以這句話 不能出聲說 那就沒了 那不行 這是陰謀論 我覺得這一點浪費了 其實他真的可以用多十分鐘 來講就OK了 變成他的結尾 可以再加上暖說 多一點的插頭 沒有了 都說明了 暖說是下一部 十二月的故事 真的 那我們是不是 開始講下一部 這個之後 我和Ava聊的時候 看到這個 黑暗的預告 我們首先要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 黑暗的思想 不是《高望人物關係圖》 出了出來的 其實不用看圖 你看到前面這次的劇場版 都說到 劇場版就說 他暗戀阿雪的 但原來阿虎太郎 即是夏雪哥弟弟 又喜歡阿 是呀 喜歡阿邱的妹 叫阿初 這是一個 桂圈爭亂的劇情 又一個 然後我們看到 最後劇場版 最後一幕了 阿初真的封書 不知道為什麼面紅 封書 不知道他想寫給人 還是他收封信 這個就不清楚 我自己猜 他應該是想 給封信 表白告白 但正常來說 我看了很多日本的 作文畫裡面 一看到 旅行告白的時候 封信包括鞋櫃裡 那不用拿著的 如果你拿著給人 不如直接跟他說 那我不明白 這個就 即是他可能收到 那果然是收到封信 等人來告白 還是想著 這個就真的一個迷斷 而且為什麼下一集會這樣呢 是一個敗布的復活戰 阿雪 喜歡的女兒 夏雪 被阿休搶了 她不服氣 她要報仇 搶阿妹 但怎樣呢 就搶回家說阿妹 做自己的老婆 哇 這是敗布的復仇戰 下代一個 很精彩 很刺激 我很喜歡看 我很期待 我以為你想看阿妹 阿妹都ok 你這樣解釋 故事先看清楚 第三者 她失敗之後 要搶回你 我娶不到你隔壁 那時候青梅竹 不要緊 我當你的妹夫 都被摸著他們 只要你將來 你對阿夏雪 不好的話 我出去見他回來 我沒看過那些MV 我純粹一看二人 原來就這樣想 我自己猜 因為我看了那個預告的下一集 其實她的預告又沒什麼 這麼清晰 講他們三個的關係 只不過可能 最初我沒看這套 我不知道原來他們三個人 原來有關聯 因為這次的劇情方面 你見到只是 初不喜歡虎太郎 他說虎太郎這個人不行 這個人應該沒有路 喜歡 沒有路的 但問題是 他喜歡阿雪 又沒看不到 沒有做過那些氣氛 因為我看這個預告 就是知道阿暖雪 是再有出現 但我不知道原來阿妹 和阿弟弟 原來是 應該說 我不知道原來阿初 是阿邱的妹 我不知道 虎太郎 虎太郎 原來是阿夏雪 有一幕看到的 虎太郎在門後面 看著阿初 仍然看著阿初 這個我聽了多少 但我看到前面一幕 阿初 在天台看著地上 有六個人 但你不知道 原來 他看著阿初 不是 看著阿雪 暖雪 因為他六個人 都在一起 其實看不到誰打誰 是 所以那幕後面是 你感覺不到的 後來你看看官方的關係 剛才 原來他在後面跟著他 這個 是 我想會到他那一套 可能會交代 剛才我們說過 他在這套 他放了很多片 每一套片 他的主角做戲份 問題是 劇場版裡面 電影裡面 每一次 有些 你會覺得他 這個好像是主角級的人物 但是他的路人 出場一兩播就沒有了 好像阿初 初有句話就算好了 那些是出場 看一看 走過就沒有了氣氛 那你會有疑惑 我明白 可能他之前在MV裡面 有很多氣氛 但電影裡面 做不到他的故事出來 其實出來反而會影響 你觀眾的思緒 他出來做什麼呢 其實出來沒有意思的 可能服務觀眾 這個角色都是有品系列 那我出來看一看 那都可以這樣解釋 因為始終他這個系列 不是只有那七個人 也有其他的角色在裡面 那會很亂 就好像說 阿倘太的電子樣子 想一條女兒跟他說 有對白條女兒 糟了 那條女兒又有發展 放了劇情 反正你知道阿妹有電影 你放了阿妹 跟初雪之間的關係 又做了一些 但電影現在做不到 我不介意 看MVG的人物關係有多複雜 什麼鬼圈真亂 我不知道 那我看電影看不到 好 後來看官網關係 剛才原來阿妹喜歡 你算是阿妹 那死火了 我看不到 所以我就說 這套是真的fancy 一來場的時候 就想到封送給誰 還是封送給誰 那這個是一個伏線 你可以這麼說 拜佈會戰利 你阿妹自己喜歡我 真的不關我的事 我先拿去復仇 那我覺得挺可憐 我很害怕 但最終阿暖雪也是一個炮灰 不是 你怎麼看這次下半的灰灰灰 是炮灰 你看到 初雪 他以後是甚麼 好像阿哥那麼帥 阿品格的人才可以 嗯 初雪跟阿哥差不多一樣 都是最喜歡的女人 所以他們的女人差不多一樣 有合理的理由 初雪也喜歡他的 我怕大道理 支持他 就是信服他們的關係發展 我怕錯了 不是 我自己這樣說 因為他下一套的名字叫做 喜歡想你的那瞬間 那他就覺得 開頭阿妹 可能真的對阿虎太郎 完全沒有意思 但可能突然之間 就是跟著那個名字 那一瞬間 就是不知哪一瞬間 令到阿初突然 即是突然那一刻 就對這個虎太郎 咦 即是心動 你這樣 死火了 我和你相反 不是 這句話可能是說男的 初雪 初雪不喜歡他阿妹 不知道他阿妹 存在的 突然阿妹走上來 風須高伯 這個女孩可以利用 不是 這個女孩都OK 不是 但你說亂算 一直都還是喜歡下雪 所以下雪突然 那一瞬間 發覺阿妹 年齡小一點 好一點 就是這樣 即是可以很多解讀 那炮會變了虎太郎 炮會變了虎太郎 炮會變了虎太郎 還是虎太郎 看到阿暖雪 那一瞬間 會 日本十二月做的 香港才何時做 大家到時會看看 大家可以猜猜 到時 我相信 應該香港也會做 到時 各位香港觀眾 支持 這次這麼快 我一定會支持 我都想看看 他覺得瞬間 是怎樣 好 我期待下一集 好 接著再見 拜拜